一个好的市场 它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小调整 在这个7月的时候 其实这个market它已经开始跑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果这个调整 它是所谓比较温性的 比较小的一个调整 其实这些都是好的现象 过后如果有看到反弹的话 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好的股票 它又再来冲高 OK 所以在这边来看看一下呢 就是我们的Ultimate Bull的股票 有一些股票 你看到example 这个RWIN 它现在呢就是拉回来 当然这个呢 跟之前的那个一些什么kpower 有点点像 就讲它跑了uptr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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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就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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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在这边呢 就是跑了一个所谓的这个SMI100 所以SMI100呢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呢 这个是套利的一个好时期 所以现在有没有套利 有 OK 有 所以呢现在呢已经跌了几天 已经跌了差不多4天 所以如果在这边有横盘的话 这样子呢 8月的话呢 这个股还可以看 OK 如果它还可以横盘多一个5天10天的话 都是呢就是呢还是相当的好的 OK 另外一个呢 这个SFP tag也是一样上涨 不过呢它没有像刚才那个RWIN这样子呢 就是冲的非常的快对不对 没有讲哇冲的很高对不对 它是慢慢的 涨跌 涨跌 这样子涨一点 跌一点 涨一点 跌一点 所以你看到什么东西呢 你看到就讲 哎 这个SFP tag 算是很steady的在上涨对不对 还是呢在这个红色线的上面 所以你问我8月呢看什么股 我说哎 可能这个SFP tag 如果它是横盘 如果它保持在红色线以上 还是呢就是非常的不错 OK当然整体来讲的话 整个市场其实有蛮多的股票 最近呢都有跑了这个第一波 所以有跑第一波的股票呢 其实呢是比较好的 所以当然这个WCE 这个呢也是就是从6月跑到7月 然后呢在这边呢就休息 YTL也是呢最近也是跑上来 也是呢一个冠军股了 所以有很多这些冠军股 这些冠军股呢 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他都没有看过 好像这个SEAL 他也是就没有看过这个股票 不过他是不是冠军股 他最近呢表现的好不好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要看最近表现好的股票 很多人他是看最近还没有起的 OK他就跟你讲 Oh Mr.DIY 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就跟你讲 哎呀你看那个起的 已经起了嘛 等一下他掉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会跟你讲 啊就看这个还没有起的 现在你买的话 等一下呢哇他飞上来的时候呢 你就赚大钱 不过呢我觉得 你要看就是呢这个资金的流动 所以很多人他没有没有去看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动 他们就不知道呢什么叫做 Stage 1啊 Stage 2啊 Stage 3啊 Stage 4啊 他们就不知道 OK这个Market到底是怎么样跑的 可能很多的朋友他不了解 所以在这边呢 我给大家share一个东西 首先呢从2月 2月的时候呢其实马股他就一直在掉 掉到什么时候呢 掉到呢最近的这个6月 6月尾7月头 有line他突然间呢就涨上来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马股 他呢都是从这个 底部 开始 往上跑 所以如果呢你还在看 那些还没有跑的 你还在看这个 Top Glove还没有跑的 有没有可能 8月轮到他跑 有没有可能 有啦 不过呢 你问我机会高不高 我觉得机会呢就没有这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在7月的时候 其实这个股票呢 就没有那个庄家进场 so basically呢就是呢 那些庄家还没有进场的股票呢 可能呢就不是我们要看的 我们要看到呢就是讲 哎 这些股票呢 他已经有一些庄家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讲 哎 庄家有债的 所以连这种什么 Uzma 庄家有债 哎 庄家有进场 这些呢就是讲 哎 已经开始warm up 所以有很多股票呢 你看到哇 庄家都在里面了 或者庄家已经进满了 进满了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对不对 OK 所以有很多呢 这些就是之前呢 庄家有债的股票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讲 哎 这个庄家呢 还有没有在这个市场里面 so在这边 8月会不会看Atech 当然还是会了 哎 还是会看这个股票 所以那些股票 有庄家的 有跑上来的 我们呢 都会呢 比较注意 然后呢 没有什么掉的 庄家还在的 San Maiden Wasco OK 这些呢 8月 9月 还是呢 就是呢 会注意这些股票 so SolarVest OK SolarVest 当然今天就没有这么漂亮 拉回来 不过呢 暂时它 只要呢 还是保持在红线以上 保持在紫色线以上的话 其实就 还可以关注啦 不过 今天的这个跌 3.9% 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一天 OK 所以当然 8月看什么股票的话呢 其实讲真的 要看那个呢 没有跌这么多的 可以跌比较少的 我们要找 比较steady的这样子的股票 懂吗 所以在这边呢 当然了 之前 我们也看到 这个RCE Cap 也是跑上来 PP Jack 也是跑上来 所以这些股票呢 这几天 如果它离这个红色线 离这个紫色线很远的话呢 其实呢 我们就觉得风险比较高 所以你看到吗 有没有油股在往上跑 看到的就是这个 Chairman Chairman呢 从6月到7月 它呢 就是跑了这一轮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着这一轮呢 Market Rebound的时候呢 它也是就是有在跑着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NetGate OK NetGate 也是这一轮呢 有跑的 所以 这一轮有跑的 代表什么 代表着这些都是装家 有兴趣的 OK 所以装家没有在的 我看一下 有没有很多人问这个InfoTech呢 我们看一下InfoTech OK SoInfoTech 装家有没有在 InfoTech本来是看起来有潜力 不过呢 这个月呢 它从6月到现在 它一直保持在这个横盘 一直保持在横盘 所以保持在横盘 然后呢 就现在转红色 对不对 转红色就没有这么好 不过它还是在红色线 还是在紫色线 所以如果这个股票 还可以保持在这个红色线以上 就是说这个星期 它要rebound 这两个星期呢 它要跑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就是 装家没有很有兴趣 暂时 没有装家 所以呢 没有动的股票 其实不是很好 有动的 有跑的 有装家的 才是呢 真正的 好的股票 当然好的股票 它会拉回来 EcoVol 它拉回来 所以8月 如果你看到它拉回来 它没有拉 跌很多 它保持在红色线的上面 这样子横盘 这个股票 8月你就要注意 为什么 因为它今天跌一天了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它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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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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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有这个 Blue Arrow 就是呢 哦 可能呢 它是在准备下一波 所以好消息就是什么 好消息就是呢 有很多的股票 全部呢都是在跑着 所以那些比较保守的 其实Gamuda算是 就是讲大公司啦 大公司或者是 Blue Chip Gamuda呢是整个 那个KLCI 我觉得啦 最steady的 然后又大公司 marketcap又大 庄家又有债 trend又漂亮 就讲如果你是fund manager 或者是你是很保守的人 应该都会看到这只股票 对不对 你讲它跑了吗 这种不算跑啊 这种不算跑了 不算高 为什么呢 你要了解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二月市场调整 调整到几月 调整到七月 这个是市场调整 所以呢这个Gamuda呢 讲真的啦 虽然我们没有中仓 对我们来讲有点慢啦 有点慢 不过呢 讲真的就是 好像有些朋友他们买 Mr. DIY啊 买Top Glove啊 买云顶啊 其实呢这些股票 他们都想买安全的嘛 对不对 买想买好的基本面的嘛 他们才会买 想买便宜嘛 对不对 其实呢 Quality来讲的话 对我来讲 Kamuda算是 蛮有Quality的一个股票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这个 不是我们的那个重仓 我只是以一个 新手的角度来看 新手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股票 so far compare with其他的 蓝筹股啊 那些什么 Public Bank啊 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去 买Public Bank啊什么 Public Bank一整年呢 其实是在掉的 这个Kamuda呢 一整年呢 是在涨的 so不一样的东西当然 不过 可以看得出就是 Equal World在Uptrend Kamuda在Uptrend 还有哪一些股票呢 是地产的 在跑着的 OK 所以这个OSK蛮漂亮的 一个横盘 然后呢 蛮漂亮的一个突破 还有呢 就蛮多了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连这个CDB也是跑回来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Market算是很好 还是很好的一个Market 虽然今天有蛮多的一些股票 拉回来 可能呢 你会发现到 哇你的Profit减少 不过我觉得是正常 回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调 OK 最重要就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呢 有一些股票回调了 然后呢 在这一天Market在回调的时候 有另外一些股票呢 在起 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 有其他的股票在起 代表什么 代表着呢 这个钱还是在往市场里面走 所以Tanaga今天也是有跑 然后呢 这些什么Hennicon啊 什么全部都有跑一点 所以当你看到呢 有股票跑 OK Maybank又开始又跑 对不对 又往上跑 创新高 这个呢代表什么 代表着呢 资金还是在进入着股票 所以呢 它进入了不同的这个股票 所以你看到有不同的股票 轮流开始跑 所以AX也跑回来 这个很讨厌啊 对不对 别人起的时候他没有起 现在别人没有起了 他又开始跑对不对 所以今天跑的很多都是就是说 比较Quality的啊 KLCI的股票啊 这样子的trend 所以你看到 Francon今天跑8分 可以跑8分 Francon今天呢 开始呢 往上跑对不对 所以有蛮多的 有蛮多的很多这种BUSA 全部都是就是比较Blue Chip的股票 Chin Hint啊这些呢 很多呢都是就是讲 之前没有跑的 上个星期没有跑的 然后今天就开始跑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好的现象 代表这个市场它还是蛮健康 所以那些今天掉的股票 也是有一些股票呢 它往上跑 代表资金没有外流 资金还是在这个市场里面 所以呢有一些股票 它可能呢就是从底部上来 如果它可以继续跑8月 好像Inari 它横盘它跌回来可能3.305 然后再往上涨 这样子呢8月的话你就要注意 Inari呢它也是就是一支股票 已经突破了半年的高点 已经突破了一年的高位 已经突破了它的低股啊 它的Downtrend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对不对 所以Inari本来我跟你讲 以前我是每次唱衰它的 不过我从今天开始 应该要讲它好 应该要讲它好 所以呢科技股里面其中一个大的 大的科技股然后又做得比较好的 应该是这个Inari 所以在这边其他的 你问我GreatTech 我觉得不是很强 你问我D&O 我觉得不是很强啦 就是Inari才是那个龙头现在 所以你问我UWC 当然这个星期有机会 有机会的话应该要反弹 有机会的话它应该要炒 庄家应该要进来炒 因为这样子的Candle 是蛮好的 蛮漂亮的Candle So Penta也是龙头 也是这个大哥 所以Inari跟Penta这两个 这个是大哥 比较大支的 Gamuda也是一个比较大支的 所以这些股票有跑的话 整个market其实 你看到Maybank有创新高 你看到Gamuda有创新高 你看到Penta 你看到Inari 其实很有信心啊 就是整个market都气氛都还蛮不错 所以如果一两天掉的话 三天掉的话 五天掉的话 有一些朋友喜欢称低去买的话 其实是没有 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不过如果啦 这个Gamuda Inari Penta 如果这几个掉啊 那个market才是 就是比较差的那个时候 所以如果这几个撑着的话 一cover没什么掉啊 什么啊 全部这些uptrend的股票啊 全部只是掉一点点 掉一两天 掉三天 掉五天的话 其实overall呢 整个market都还ok 整个market都还是乐观的 所以八月 马股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乐观 今天呢 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关注 其实今天的这个video 有很多很好的一些股票 今天透露太多了 如果你没有share这个video 你都要save这个video起来 今天这个video真的是share太多了 那个股票 有蛮多的这个好的股票 我有讲的 8月份 就是注意这些股票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这些好股 有挣到钱 记得让我们知道 好不好 by the way 这个星期天也是有这个 ART股票交易策略的这个zoom meeting 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 click上面的link 报名我们这个星期天的这个zoom meeting